她十分的喜欢蓝色方 然后青钢影和肾 继续在班位上 微博这里手握四个赛点的领先者 自己前两边前两班不变 没有太大问题 莉莉亚怎么说 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觉得搬掉卡尔玛是可以 尝试把莉莉亚放出来一下 但是放出来自己是要去一抢 如果一抢的话 留给微博的这个combo组合 是否有点太舒服了呢 我感觉这个纠结应该是 到底要不要搬卡尔玛吧 卡尔玛毕竟在前几局 还是搬了莉莉亚 对 没办法 他们最后一个班位 就是想一抢 考虑这么久 其实就在卡尔玛和莉莉亚之间 做摇摆吧 我觉得 感觉有可能还是杰斯和卡尔玛 都能选一个杰斯 那微博这里 大概率还是剑机加卡尔玛 不变证呀 主要是这两个英雄 一个是背影刺客的剑机 一个是持的卡尔玛 现在他们的手感太火热了 是的 卡尔玛选下 那都在这里 要不要继续拿格温打野 格温打野 感觉上一局 看到龙的一个伤害 会发现他只打了9000多 就是格温还没有来到 自己成型期的时候 已经大势已去了 没错 格温就可惜在 他有一点太拖了 但是又不愿意放给对面 但是你真让拖到他成型的话 确实是团战当中一大利器 对的 我在这里 选了螳螂之后 遭到反噬了 是怎么知道 刚刚咳了两下 身体状况要注意一下呀 龙哥 不想留给对面 毕竟自己已经选了中单杰斯 杰很有可能会给到对手 这样来看的话 不想给对方双刺客 像上一局那么好的发挥 包括说把这个remake 连展两次MVP的太坦给抢了下来 也是 对着出 顶着螳螂选奥拉夫 对 我们都说螳螂的孤立无援 其实对奥拉夫在冲阵的时候 是很大的限制 但这个奥拉夫 我觉得如果要锁下来 也是不想要给到对方 奥拉夫加杰斯 这个前期非常有进攻性的中野组合 也还好 因为诺瓦这里已经先选螳螂了 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奥拉夫配卡尔玛 会使得他们在前期打团的时候 更舒服一些 也是 那如果能够再配一个加里奥的话 其实这个奥拉夫会更加的舒服 对 加里奥能够不单单辐射到奥拉夫 也可以辐射到背影刺客的边线剑机 没错 看一下给对方的针对 是不是要给上单一些考虑 压力 对 或者光辉就下路直接掏穿吧 给到诺瓦的选择 诺瓦就是你再玩一把卡沙呗 反正自己已经拿出了卡尔玛了 不用担心了 这猫咪得搬掉 不然的话卡尔玛加猫再配合奥拉夫 奥拉夫战力无限之强 之前奥格斯还拿出过猫咪走中路 然后像露露一样去配合奥拉夫这样的体系 夸张就 那甚至可能像莫干纳呀这一些的 有没有可能都逃掉 甚至维鲁斯这一些 可以在下路战线的格门搬了 不想让伊泽去玩这个格门 看伊泽上路能玩的不算特别多 真要去压这个建计的话 伊泽比较擅长的瑞文和鳄鱼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 搬了路 防止对方一个强开的进场 但九筒其实还在的 对 九筒老牛其实都还不紧 但我觉得缺个开团 微博这里其实需要一个稳定开团的 对 色提这一类的 色提老牛这一类的 也可以做考虑 还是先拿了九筒 九筒的开团属性 我觉得在VCUP手里面也是值得信任的 他不一定只能用反手 诺瓦这里要不要继续再选卡莎 看remake了 莫甘娜 不行 玩不了 确实传统战手不好赢 下路的三姐妹 四姐妹吧 现在是只剩下莫甘娜了 猴子 没有非常大的辩证 诺瓦其实这一局算是玩得比较谨慎的 诺瓦这个阵容选得很中规中矩 然后微博这里的话就是比较常见的131战术 边线由背影刺客的剑机和飞的结去来带 然后中路这里卡尔玛 九筒来倾线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还是微博的阵容更倾向一些 因为他们这套阵容一拿就很符合自己 目前胜率最高的一套打法体系 是的 也是在大概常规季后赛之前吧 那时候的微博 他们在之前的常规赛发挥的非常优异 逃取了五连胜和六连胜 其实也是得益于那时候像是奥拉夫加杰斯啊 这一些前期作战能力较强的阵容 对 就像我们在比赛 整场比赛开始之前提到的 凡的奥拉夫 在之前比赛当中15胜两负 胜率相当之夸张 所以在我们说到的赛点局 对吧 直接给凡掏出一手奥拉夫 也是展现了微博想要直接4比0 带走NOVA的一个决心 那究竟比赛能不能如他们所愿 还是要看NOVA众人的顽强抵抗 而且这把我觉得NOVA的阵容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是的 但是压力相对来说给龙就比较大了 杰斯到了后半段他的强势曲线会往下走 悟空呢是一个偏蓝领偏扛压的一个上单 这种情况下其实卡斯克要承担整个团队里面的输出核心了 对 真要说白了的话 其实NOVA和微博的上中野在前期对拼两边都有一战之力 可能NOVA这里的上中野前期的主要战力来自于杰斯和猴子 龙狼的话稍逊一些没有5级的这个大招进化 可能在前期的团战里面伤害不太够 是的 全军出击 来了 今天季后赛第二轮的赛点局 目前红色方的WBG3比0领先蓝色方NOVA 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召唤师和符文的选择 也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几局下来上路的一个对线其实一直都是亮点 背影刺客和一则都是现在迷列前茅的上单的选手 顶级上单 对 然后中路这里飞一级学的一个手里剑啊 导致自己的换血也没有跟链岔开太多 可能因为打到底触发了杰的这个征服者吧 毕竟对面的杰斯带的是一套电鞋 打到了征服者之后 这个杰就有一定的吸血努力 下路到二级了 一到二级就该两边的辅助动起来了 手痒痒 关键在于卡尔玛 不 是因为已经四把没有选到拉格斯了 我很生气 四选卡尔玛 游戏结束 导播老师好强的攻击性 是啊 好强的攻击性 对 我刚才读完就应该赶紧说一个BY导播老师 与我们解说王哥无关啊 这个话 猴子换血很细节 背影刺客的闪现交的也很果断 黑血逃走 大难不死 他这里童云突击 然后马上跟真假猴王接双一技能 还要再打到底的话就不太好了 就是一则现在伤害很通呀 但是主要第二波兵也来 这一波回去应该要亏个小兵了 应该要亏不少 因为这一波兵线的炮车兵血量也挺残的 防御塔打两下应该就能把这个炮车给收掉了 这波剑机挺亏的 一波兵线应该都吃不到了 追一个尾巴吧 这么说 吃到了两个 前期确实对背影刺客的压制是比较大的 对 你看就是刚刚背影刺客就为了吃这波兵线 血都没回满 他半血上线的 防甘大 长马三技能 要过来念人 有一个交闪跟闪 这奥拉夫直接一个平A 拿下自己的第一个人头 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滴血 是的 那这样对奥拉夫来说 前期能够打开节奏非常重要啊 打出了一波电刑 继续去惯伤害 大招也开起来 但是九筒这里非常的灵活 韧性很强 两边拉开 对 主要是杰这波没有到达五级 顺形杀刃还没到 吃完这个炮车的经验应该才差不多 是的 这也是前期杰斯 确实压线压的要更好一点 螳螂 看这两个残血 蠢蠢欲动 但是有个眼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我走了 嗯 背影刺客这波在线上还是打不了猴子 嗯 刚刚就是因为伊泽的一波完美换血 导致现在上路之间的对拼 自己占尽优势 拿命过去闻惊艳呢 转转转 直接挑起来 魅魄开纳 哇 一丝刺 还是要死的 打不了 打不了 伊泽今天完成了自己上路的对位单杀 嗯 终于是在第四局关键局的时候站了出来 再看一下刚刚这一波replay 没办法 背影刺客觉得实在等不下去了 对 真的是拿命闻经验 大家想吃那个炮车 然后伊泽想的也很清楚 你只要敢上来 我就一套all in打到底 是 因为五级猴子有大闹天宫的这个爆发 剑机也是不太好吃得住 更何况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血量上的优势 才完成了这一波的单杀 但我觉得这一波单杀挺长士气的 很长士气 包括对于伊泽本人来说 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背影刺客 对方的大腿 没错 在这一局一时的时候 献出了自己的 自己对内的一些 嗯 龙哥准备眼上蹲 但是 现在剑机应该也不太会 太过于嚣张 因为毕竟 在这个劣势的情况下 还上来 一二技能的连招 想要去找猴哥 猴哥就有闪的 给大哥冒仇 想走 童云突击拖到酒桶 然后自己在交场后走 应该还是走不掉的 被奥拉夫逆流头之一斧子劈死 而且知道对方有人在集结 也没有去贪恋这个肚层 没错 拿到人头就撤 这个红色方给的测草的眼很关键 他们察觉到了阿龙的蹲斧 然后在摸清了螳螂 不继续进行反蹲的情况下 野斧一起来帮助背影刺客 找回了场子 下路来了 虚弱挂上 摄影杀阵交开 但是闪现交的有一点点早 有果子 还没有选择去吃 担心这个果子 让自己行动变慢 会吃到那一标 特别细节 飞机这里其实想三闪的 他想用鬼斩 然后跟闪 用鬼斩的伤害 补上最后那一下 但是伤害没打出来 可惜了了 火龙和下谷先锋一起刷新 看一下微博接下来要如何选择 不变的就是清理中线 奥拉夫现在的大招已经转好了的 完全不怕泰坦的控制 而且自己身后也有持的卡尔玛保驾护航 果然对于微博来讲 就是先锋坏小龙 第一条是火龙我也不想要 是的 就要这下谷先锋 毕竟自己的这个阵容 很适合前期赶紧打开出破口 对 一则想要过来干扰一下 哇 多了必须打得多快 亚密尼和Remake也来了 正面这里奥拉夫直接开大 惩戒稳稳拿下第一条下谷先锋 这里莫干娜的无尽 禁锢禁锢到了有大的奥拉夫身上 没办法 飞能走掉吗 截大招还差一点点时间才能赚好 应该是塔下走不掉了 吃到了孤立无援的伤害 正面这里画面一转 又是两个残血 赶紧交闪 交出了第一条狭狗前锋 撞到了Nova的中一塔上 这一波还算是在自己的意料当中吧 就能够尽早地去提一下肚层 而且在第一波资源团进行比拼的时候 剑机其实是一直闷着头 在带上路 拆上路的塔皮的 看一下刚刚这一波 WakeUp的大招 封堵做得很漂亮 使得一格第一时间是一个一打三的状态 虾谷先锋没抢到 自己也捐了 但猴子在前期所做到的对位单杀 此刻已经化为乌有 然后就是微博这里有点小瘫 差点给瘫出事了 对 WakeUp那里顶塔顶得有点点深了 对 但现在其实两边还不算是有经济上的一个拉扯 就几百块钱的一个差距 但是凡此时此刻 他的发育是相对来说领跑的 太夸张了 然后拉扶二杠零杠一开局 是 他和杰这个地方如果说前期一定不断的去带动节奏的话 给到挪把的压力就很大了 没错 然后还是因为这第一条峡谷先锋撞了一下中一塔 然后二先锋如果再被微博拿到的话 那这个中一塔马上就要被撞掉了 是 甚至于可能拿到过后中路磨一磨去放到边路 给这个先锋都有可能 对 背影刺客说现在金石不同往日 还想继续再打到底吗你 交了一个无双挑战 身后有人呀 是的 但这个时间这个位置一则其实可以随时回去的 哎呦来了 一则走不掉 面对一个开启诸神黄灰的欧拉夫 他的大诺天宫没有用 其实刚才应该有一点点意识 这是那个剑技回头了 一般来说 回头的情况下都是身后有兄弟 哎呦你可以看到这一波 哎 螳螂一个跳躲开的九筒大招 杰这里再扛塔 扛塔扛死了 加东炮还有继续点伤害很爆炸 展现过来补伤害 超盘之勇直接拉死了 不会是上一局的MVP啊 没错 很漂亮 计算对于这个伤害的计算非常的精准 嗯 但刚才杰确实塔下小有冲动了 打了一波算是一换一 现在其实在推塔上面 尤其是两边的这个边塔 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势 哎 看一下这一波 哎 杰斯这里 苍穹之月跳兵 躲了九筒的大招 很细节 然后 这个杰每每把大招挂给杰斯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虚弱在等着他 是啊 紧接着一个加农炮追给了这个杰的身上 嗯 接下来第二条会是一个水龙啊 两边还是不停地围绕边路在做事 尤其微博在中路 甚至是上路都已经磨到一定塔皮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是比较想要尽快地拿下三路边塔的 是 第二条水龙之前还有第二条峡谷先锋的发行 嗯 现在这条峡谷先锋其实Nova不太好接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奥拉夫的发育有点太过于超前了 他现在已经是三项再加狂徒 全场里面最肉的那一位不说 他还是最能打的那一个 其实这两个已经算是奥拉夫前中期的能力标配了 没错 再往后的话可能对于奥拉夫来讲 就会稍稍有一点走下坡路 但是一旦他有经济领先就不好说了 但现在剑机必须要加紧自己的发育啊 因为他其实是需要奥拉夫走下坡路过后 对 承载整个比赛的 但我觉得对于背影刺客来讲 发育也可以接受 Nova想要去来接这一波先锋团 感觉微博是两个都想要的 毕竟现在在阵容上面是自己的强势期 第二条峡谷先锋 被堂牢拿了下来还行 微博众人赶来的速度有一点点慢 微博没有教太多的关键技能 也就是说接下来还有机会再去争夺小龙 但其实对于Nova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 Nova是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拿到这两个资源的 趁着两边打架的时候 剑机是已经把上路近乎磨损的上衣塔给带掉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医学塔 而且礼拜里剑机现在在经济上 也是敢超对面1500多啊 是的 现在这个剑机在出了神分之后啊 面对猴子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是这样 即便猴子有个经济背心 就是单1v1的防他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经济差 剑机已经快要领先2000了 对 他第二件破剑者马上就要做出来了 还差一个合成费 峡谷先锋直接放中 但是此时的中伊塔血量保持带然比较健康的 第二条小龙又被Nova raw掉 可以 这一波双资源 Nova很赚 是的 现在就是回到了Nova自己最熟悉的节奏了 没错 开始往后期运营去走了 但是接下来的话 对于微博来讲 也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点就在于 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个131进行兵线上的编带 防御塔上 是微博这里更占优势一些 但值得关心的一点是啊 就是奥拉夫虽然发育的很好 但螳螂也没有落下 虽然他的战绩没有3-0那么耀眼 但其实现在螳螂和奥拉夫的经济 是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螳螂为了赶紧出三件套 先看一下下路这一波吧 杰没有用大招来规避伤害 反倒是睡影杀症挂到了念人身上 影子交换回去 那下一要换中一 找瑞麦克 哇 这伤害有点太高了吧 太酷了 就一下 哇 瑞麦克直接回家购物 瑞麦克人傻了 这什么 这是 怎么了 就突然一下黑暗的影响 对 我怎么被秒了 这波要蹲螳螂 三闪直接撞 大招再炸回来 螳螂交闪往后 再有一个月机 还行 而且正面没有兵线了 其实微博这里不能够继续推进 辅助的话是 辅助的闪换打野的闪 还是挺赚的 对的 因为螳螂这一波一掉点 微博就可以马上去 入侵罗瓦的野区 而且视野上 也是进一步的挤压 没错 其实非常关键 但是对微博来说 他们现在依旧有压力 在12分钟已经来临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需要 滚动更大的雪球 毕竟自己家是奥拉夫 对方是螳螂 真的点对点 相持平去发育的话 肯定是后期的螳螂 作用更大 你应该要去找这个蓝buff吗 龙这里交出自己的跃积 非这个闪现 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激进 虽然知道阿龙是没闪的 来了 两标中了一标 但龙哥的反打 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来大我的兄弟 正面这里 奥拉夫也被找到 奥拉夫已经倒地了 VCUP 有一个肚皮往后拉开 诺瓦有很大的机会 但是持卡尔玛的伤害 拉的也挺满的 但这一个超凡之勇 仅仅是能做一个劝退 刚才诺瓦一个漂亮的 这一波反打 主要是飞影子的距离 有点远 影子在接大招的 手里剑的伤害 没有全部打到 螳螂身上 反倒自己吃了 螳螂的两发品尝恐惧 感觉微博现在是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你可以 从刚刚这波团 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着急 但不着急也不行啊 这个阵容所迫使 他们现在必须要 着急起来了 这得亏是在13分钟之前啊 这要是在13分钟之后 终于也一掉 NOVA是可以直接去抓大龙的 没错 但是我也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特别想要遏制 对方螳螂的发育 没错 螳螂现在已经开始 反超奥拉夫的经济了 而且从时间点上来说 也是来到螳螂的发育期 哇 好痛啊 直接逼出了 背影刺客的闪现 微博前期的优势 现在所剩无几 经济已经完全持平了 主要是他们还面临着 NOVA有可能要三龙的 这么一个压力 对 接下来第三条小龙团 要怎么打 需要自己考虑一下 而且念这个破剑者杰斯 给到微博的边线压力 也挺大的其实 见机现在其实 这几波还没有太多的声音啊 如果真的时间 不断地往后去拖 当这个奥拉夫 已经不具备 主宰能力的时候 见机是要接管的 从这里 想要去找 背影刺客机会 但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大家还是围绕着 两个远古野进行 视野布置吧 第三条小龙 对于微博来讲很关键 倒不是说 这条土龙 对他们有多大的加持 而是不能让NOVA 拿到这条土龙 一旦拿到的话 后期螳螂的发育 将会无解 其实现在螳螂的 已经来到自己的强势期了 猴子这个绕后 这个敦俯 是微博众人没有发现的 侧草里没有演 现在起码已经知道 飞的动向了 在等人 猴子的位置出来了 找到了一个结 但是这两兄弟 现在发育都有点不良 仅仅是打掉了一个假猴 对 而且这里 依泽也是直接把点燃交给了飞 看一下剑机这一局 待会儿的附魔吧 他现在是还没有附魔 要不要考虑一下TP啊 毕竟他现在其实 只有他出拓剑者 单代的压力还挺大的 没错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完美运行 4-1分代这个战术了 第三条土龙 怎么说 正面还想再打起来 这团狼这里 剪住两个 这痛伤害太痛了 直接走三个台前 猴哥有金身 规避了一个鲁莽灰机 哎呦又是一个二道天空 击飞进了两个 九洞这里被钉到 要被烫死了吗 差一点点 杰的大招打到龙身上 但是杰现在伤害有点不太够 还有个金身 压力这一勾 最后是用点燃点死了杰 自己也幸免于难 龙这里走不掉了 差一点点是给到了凡的手里 凡路往回击 直接收掉 被影斯特 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主宰 差一丝丝的 伊泽这里舍命挡掉了 剑机的劳伦特线刀 让自己家的杰斯活了下来 凡这里利用自己的狂徒 在疯狂回血 与此同时 被影斯特在上路施加压力 小约塔马先拆掉 上路的高地塔 被影斯特还能继续进行反打 但是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差 还想再反打 戳一下破斩没戳到 老板的先刀挡一下 但是刷不掉 这里奥拉夫挥起了自己的斧头 猪神黄昏连砍下来 二连破 给奥拉夫的手里 一位二 他就是战神 这里也是传出了队友的TP 杰斯这里有一发强化炮 能不能抢到这第三条龙 可惜 那么这第三条关键的小龙 有微波打下 而且他们现在延续了 可能获胜的希望 因为第二波团战两边拉扯的 都非常精彩 是的 这波猴子被九桶第一时间炸了回来 然后金身结束之后 大闹天宫 击飞起了三个再交闪现 莫甘纳非常精准的黑暗进步 找到了WakeUp 然后现在的结 也就是发育不良的一个小宝宝 没办法 但是不得不说 一则为了去拿他这个残血 也是深入敌营 对 总差一点完成收割了 但是凡毕竟这里是发育 前期发育特别良好的奥拉夫 而且 只是奥拉夫已经是8-1的战绩了 是的 而且刚刚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那一波兵线在 对 如果没有兵线的话 出发孤立无援 最后结局 露死谁手 还真不好说 是 现在 现在两边打野的装备 起得都很快 螳螂已经神装了 奥拉夫这里也一个复活甲 叶之锋 任何复活 都已经是要准备最后的斗争了 是 相比来讲 你看两边一个猴哥 一个结 他们发育真的有点不良了 现在 是这样 但是猴子说没关系 我这一局本来就是蓝领 而且看了一下 两边共有三个TP 现在真的可能就是一波团的事情了 这个螳螂在干嘛 是不是在 干嘛 挖是挖不了的 一个人很难怕 他在挖这条 河道迅捷线 给我下的 就直接是这两边 毕竟是两边的视野 都在龙坑里面是有的 所以你还别说 NOVA真有挖大龙的机会 因为螳螂的发育 现在太没了 要包 要包 这个位置 想过来找人 但是一个大招 把对面的猴子给炸走了 孔子劝走 剑技师刚刚处理好了 下路的兵线 找到伊德身上 还想继续地打到底 两破 还差最后一破 蓝的剑刀减速到了 但是猴子有个二刀天赋加速 一技能 再脚闪现塔下 还有一个近身 兄弟们全部都支援了过来 水一杀阵 给到了杰斯 但是杰斯这里配合太坦 直接是把剑技给收掉了 背影四颗 不在车位这场 杰斯这里又一发抗凶支援 杰克发育太差了 没伤害呀 奥拉夫来了 但是堂牢紧随其后 龙眼来到了正面战场 是的 减速两个人之后 杰斯怎么走 奥拉夫闪现过来 又是一匹 带着复活甲的奥拉夫 龙现在的血量 也是比较堪忧的 怎么说 威博需要不要选择回头 上路的兵线 已经是来到了基地门口了 这一个上路高地塔的缺失 给到诺瓦非常大的压力 接下来远古龙怎么说 远古龙还有四十多秒时间 就要刷新了 上路以及中路 都有很大的兵线压力 三路由于 剑机的一个完美的编带 现在给到奥拉夫很 就不敢说贸然的 去离开自己的基地前面 没错 主要是 剑机那一波编带 把上路塔拆 上路高地塔拆掉 太致命了 接下来远古龙 一旦刷新 奥拉夫面对的压力 会非常之大 更何况 威博这里 还有一手截的TP在 所以奥拉夫一定要保证 自己的上路兵线 能够非常顺畅地运送出去 是的 但要说TP 其实诺巴这里 也是准备良多 就是猴子和莫干娜 都是双TP在手 杰这里 跟着剑机一起 奔着上路去了 保驾护皇 为背影刺客 做十足的准备 有可能是想要上路 直接突破 然后在龙坑这里的话 只要是一个三打四 成功拉扯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其实对于 诺巴来说 他无法判断 杰到底在哪里 是跟着剑机 还是在正面战场 其实很难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们是知道 杰附魔了TP的 杰只要不漏 但是这个侧草 很有可能暴露杰的位置 坏了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知道你是正面 是个3v3 呃 与此同时 远古龙应该也要动起来了 但是有螳螂的poke伤害在 微博不太好打到底 关键情况是 杰有TP 实在不行 直接是加入正面战场 这里连TP都还没有需要用 绕过来了 证明这里 一则面对一个破剑者的剑机 实在有点难以发力 毕竟已经来到了21分钟 现在就是剑机的主场 就远古龙饱受折磨啊 两边都不敢轻易落到底 龙被拉脱了 就不太好说 屏幕 直接是有两个人过来 在进行防守 很担心 很担心带着破剑者的剑机 会一路掏穿 那正面对于NOVA来说 是一个少打多的状态啊 远古龙7000血 正面这里 找到泰坦机会了 泰坦身上有一个金身 接下来 杰的大招挂给了螳螂 螳螂这里想要秒 九总这里先行倒地 但是蓝色方 AOE拉得很满 哈龙要收割了吗 还差一点 最后有一个复活甲 上路上路的水晶 已经只有一半血了 剑机还在苦苦支撑 还有泡车吗 没有 要半血A掉了 恭喜微波 背影刺客 又是他没开二度 自己孤单英雄 4比0 拿下了本场BO7的第一个胜利 哇 这一个剑机带着破剑者 直接应对对方两人 最后是带着一个残缺的小兵 完成了这一波的收割 我的天哪 这一局对于诺瓦来讲 始终是没有想到 打赢了正面团 自己家的主水晶掉了呀 是的 而且其实最后这一波团 从我们向地视角来看 在龙坑已经是诺瓦大获全胜 但是在高地面前 还有一个战神 背影刺客在助手 我看到飞现在拿起手机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已经是立刻强离池 给我们发出了不见的眼神 实说哥们玩了四把卡尔玛 真舒服呀 这就想起了欧毕老师的那一个板子 把四把卡尔玛结束比赛 也是要再次恭喜微博 4比0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线 也是在我们的大局先机一小分嘛 因为我们在淘汰赛的话 也是要打一个整场大场的BO3 要去抢二 这4比0真的是 没有想到 是的 我们其实也是今天的预测比较持平 但大家都觉得是4-2 4-3左右的情况 没有想到微博能够直接 这么快的杀死比赛 就是感觉这整场BO7当中 这四局比赛看下来 微博的众人真的是 每个都有特别亮眼发挥的点 首先是下户双人组 我觉得得先夸一下 10的卡尔玛 以及WakeUp的各种应付的果断开团 为微博在正面团当中 贡献了不俗的控制和巨量的AOE 是的 我觉得还有包括凡 其实他从第一把的螳螂 再到最后一把的奥拉夫 其他表现都非常出色 在前期是带动全场 虽然说到现在 也不知道第四把的MVP是谁 有可能会给到凡 但也是不确定 但整场比赛他发挥 还是非常出色 那我觉得第四把 要给背影刺客 这第四把的MVP真不好给 首先是奥拉夫前期发育很顺 对吧 战神一样 后期的团战输出打得也很足 是的 然后就是背影刺客 一锤定音的这个偷家 但我还是要说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最后一局 在正面龙坑团那里 其实是NOVA的胜利 也是 NOVA当时是更留 保留的这个有胜力量比较多 但是在水晶门前 是背影刺客带着已经残缺的 那么一个小兵完成了推塔 是的 因为赢了团战 但是输了所有 是的 所以我觉得背影刺客这个名字 就取得很好 真的是个刺客型的 但是刺客 他刺的是对面防御塔 他不刺对面英雄 这是最奇怪的 是这样 我觉得这才是玩出了 剑技这个英雄的特色嘛 因为将单代发挥到极致 他是懂破剑者的 是的 看一下本场比赛的赛后数据 其实主要我比较喜欢看的是 这两个队伍之间的经济曲线 都会发现很少有一局是一边倒的 即便微博有这么大的经济领先 中间也一度被NOVA给运营回来 最后微博再次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两个队伍的拉锯战 其实是拉满到每一分每一秒的 而且对于NOVA来讲的话 今天这场BO7打完 他们需要回去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自己的BP要怎么做 其实连续四把的蓝色方 连续四把的硬放卡尔玛 也展示了他们一如既往的专情 然后有点专情了 是的 我们本场比赛的MVP 还是给到了背影刺客 是他的第14次个人MVP 参团率29% 伤害占比19% 对位经济差是3483 分军经济是806 可以看到参团率就能体现出 他是将单单